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是工作人员打错了 后面有个人撞了他一下 等他站稳 面前出现了一扇门 上面写着十九 王石透下意识地用手一推 门开了 他想这节车厢是临时加出来的吧 王石透看得眼睛都直了 多加出来的十九号车厢空间好大啊 设施好豪华啊 车厢内没有座椅 都是一张张舒适豪华的大床 床上的人或躺或坐 或几个人集中在一起嬉戏 座位号就是床位号吧 嘿 那张床还真空着 王石透躺了上去 很舒服呢 回到家的感觉 他想这本来该属于马强享受的啊 心里有个念头想把马强晃过来 但想着自己腿脚灵便 都花费了好长时间 好不容易才能起过来 而马强行动不便 他受不了这番折腾 这样一想心里稍安了些 王石透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了 先前看到的那些人都不见了 新上来一批乘客 有十多个人 像是一个团队 其中的一个女人长得不老 大家却都唤他宋大娘 宋大娘看到王石透 皱着眉头说 你是怎么进来的 王石透说 我有票啊 宋大娘接过车票 有些惊讶地说 你就是马强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王石透只能点头了 宋大娘一时眼色 一挥手 那些人把王石透围了起来 有的给王石透捶腿 有的给王石透揉肩 有的不知道 从哪打来一盆洗脚水 非要给王石透洗脚 王石透有些懵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宋大娘说 就让他们好好侍候你吧 有一个小女孩挤了过来 说 您饿吗 我会变出好吃的 王石透看着这个可爱漂亮的小女孩说 好啊 那你就给我变出一只烧鸡 女孩双手何时念念有词 转眼间 王石透的怀中就出现了一只 用盘子装着的热腾腾的烧鸡 小女孩看王石透发呆的样子 咯咯地笑了 王石透咬了一口烧鸡 是真的 接着女孩又变出了几叠 色香味俱全的下酒菜 竟然还有一瓶茅台酒 王石透还从来没有喝过茅台酒呢 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他打了个宝格说 你们是魔术团的吧 还真厉害呢 小女孩拉着王石透的手 神秘地一笑 让她闭上眼睛 转眼 车厢里就出现了另一幅美景 青山绿草 鸟语花香 空气也十分地新鲜 王石透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 任由小女孩拉着她在草地上疯跑 那时几个青年男女 也是围着他们追逐打闹 宋大娘坐在一边 若有所思地看着 王石透累了 坐到宋大娘的身边 宋大娘说 他们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他们是一群苦命的孩子 那十二个人 正常能活一年 那个小女孩如果不加以善待 随时可能失去生命 王石透听得心酸 他们怎么了 宋大娘说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宋子娘娘 是带着他们投胎的 接近年关 不止人间车票难买 天上也是如此啊 而且天上更加拥挤 随时有不可预知的情况发生 时间不等人 我们只能在人间的火车上增加虚拟的车厢 之所以你能得到虚拟车厢的票 是因为你和这群孩子有关系 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讨好你 也是希望将来的日子好过些 我做宋子娘娘那么久 最心酸的就是这次 他们十二个人要经历十次轮回之苦 如果可以 你让他们活十年 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而小女孩 你好好照顾她 将来她也会有出息的 王石头听得惊诧不已 看宋大娘说的一本正经 心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禁说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可能坏你们的事了 我不是马强 我和马强换了座位 我叫王石头 王石头的话一出口 面前的美景不见了 那些人全都一脸失望 烈眼盈盈地望着她 小女孩的嘴唇动了动 却没有说话 一双哀伤的眼睛 刺痛了王石头的心 怎么会这样 宋大娘叹了口气 挥了挥袖子 接着 王石头只觉得站立不稳 等她立稳身行时 发现她坐在18号车厢连接处 有乘客说 你睡得真香 还打呼噜呢 王石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是睡着了 做了个奇怪的梦吗 他掏出车票 上面写着18号车厢 并不是19 王石头下车后 他看到了马强 就跑了过去 马强看到他笑笑说 是你啊兄弟 真是太谢谢你了 王石头和他聊了起来 得知马强也是个农民工 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做了截肢手术 他把赔偿款按月寄给家里 说是工资 他出来时老婆已怀有身孕 怕他受刺激 没敢告诉家里 家里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这次这父母要回家 不知道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波 这时 马强的手机响了 他接了电话后 兴奋地告诉王石头 老婆生了个漂亮的女儿 他当爸爸了 而且他家的老母猪 也生下了12个小猪仔 真是双喜临门啊 有空来喝杯孩子的满月酒 我杀猪招待你 马强留下了他的地址和电话 那个小山村王石头听说过 但没去过 王石头回家要转一次汽车 在山路颠簸下 他觉得胃部翻角 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东西 和他在19号车厢吃的一样 王石头的新歌灯一下收紧了 难道那经历是真的 马强有了个女儿 老母猪又生了12个崽子 连想到宋子娘娘的话 就对上号了 农村猪的寿命最长也就一年啊 王石头不禁冒出了一身的冷汗 王石头给马强打电话 定下了马强家的猪仔 等小猪大些 王石头雇了一辆车 将12头小猪拉回了自家的圈里 总算是咬雀一桩心事 只是他还是很惦记 马强和他的女儿 那次王石头去马强家拉猪仔 马强憔悴得不成样子 原来他老婆看到马强变成了残废 而女儿生下来又没有双手 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 出马业后 卷走了剩下的赔偿款 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王石头每当想起 马强女儿那双灵动的眼睛 他的心里就会心疼得要命 他曾经是那么的讨好他 他的双手是多么灵活啊 给他变过戏法啊 他的心里就更放不下这爷俩了 这天 王石头被老婆给捅醒了 说出大事了 他在门口捡到了个美手的女孩 王石头美好气地说 人家不要你就捡啊 赶快送走 老婆说 我这么多年都没能给你生个一而半女 我做梦都想有个孩子呢 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我们就留下他吧 你不在家还能给我做个伴呢 王石头心里偷乐 他早就有了收养孩子之心 马强也同意 但王石头怕老婆不同意 把孩子放在门口试探他的反应呢 这下好了 但他绷着脸说 收养这个孩子也行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院里的那十二头小猪 不管长多肥都不能杀 也不能卖 要好生养着 能活多久就养多久 老婆说 好 你说啥就是啥 转天 王石头收拾东西又要出门了 老婆说 你不是说不出去了吗 王石头说 家里一下子添了十三张嘴呢 不出去打工不行啊 说好了 我赚钱 你养家 好好照顾女儿和小猪 哎 阴差阳错都是缘分啊 春运已经结束 乘车的人依旧很多 王石头没买到座票 他上了火车后 下意识地向后边车厢走去 他打听了 这列火车也只有十八号车厢 当他走到第十八号车厢的连接处时 宋子娘娘的声音出现在耳边 你做得对 我能为你做的 也就是在虚拟车厢给你留个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长期有效 宋子娘娘的声音消失了 王石头手中多了张车票 面前出现了一扇门 一推 门开了 他回头关门 不禁一呆 他看到自己在十八号车厢的连接处 躺在地板上睡得正香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